11月4日,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在南京开幕,吸引1300多位两岸企业界人士参会。 当天,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,以下简称26条措施,公布并施行,成为会场内外最热话题。 与会台湾人士受访时表示,大陆方面再推会台立民措施,让大家信心倍增,暖心倍智。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姻会会长李正宏表示,26条措施对广大台商台胞来说是非常大的惊喜,很接地气。 它非常的广泛,精准,而且很务实。新的26条里面,应该说一条一条可操作性都是非常强,而且针对性很高,一看就懂了。 我们也乐见了有更多的会台的措施,能够为广大的台胞跟台商带来更多的福利。 李正宏也向记者细数了印象最深刻的会台新举措。 在这一次台资企业的部分,它不但有提到这种所谓的重要的重型的装备,包括环保的设备,航空公司,货运物流,机场建设等等。 甚至包括在个人的部分,中国大陆的各地的使领馆,可以为我们的台胞提供援助,支持,甚至办政线。 还有包括体育的交流,文创部分,包括有居住证的台胞,它的购房的条件是跟大陆区民是一样的。 昆山马记电子有线公司创始人赵怡泰表示,台湾有很多小而美的创业项目,在大陆创业发展的机遇很多,两岸合作有很强的互补性。 更加深两岸深层要素的交流,对于未来打造一个共同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作用。 印章深刻就是交流增加的,例如说这个就学、教育、然后参加运动向市、连购房,基本上其实是在接轨,两岸要大量的互相挂钩,你聋我聋。 这26条,这代表两岸交流推动扩展,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的一个发展。 我在江苏南通,正在大压力发展集成电路,机会很多,而且最重要的是江苏省跟台商之间,还有台胞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。 我想江苏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集成电路高科技的一个发展的地方。 据了解,在26条措施中,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13条, 包括台资企业同等参与重大技术装备、5G、循环经济、民航、主题公园、新型金融组织等投资建设、 同等享受融资、贸易救济、出口信用保险、进出口便利、标准制定等政策、 支持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示范点建设等。 涉及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13条, 包括为台湾同胞在领事保护、农业合作、交通出行、通信资费、 购房资格、文化体育、职称评审、分类烧烤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